给你介绍介绍自己 我先看演员 演员行了 完了之后你站在谈别的事 那咋的 你这大老远这么远来了 你都不说话了吗 那说啥 我说的就是看演员 今天来相信的大爷真不一般啊 红娘要大爷介绍一下自己 大爷直接来一句要看演员 演员对了 才有话说 大爷 你这什么表情啊 什么态度啊 你这也太直接了吧 你这是作为德高望重之人的代客知道吗 人家大老远来看你 你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吗 看不看的中间不说 来者是客啊 何况还有红娘 他们第三方的人在呢 基本的代客礼貌还是要有的 毕竟买卖不成仁义在啊 你这样表现 让大妈多尴尬啊 连红娘也不好意思啊 这老年相亲就是这么奇葩 说什么 你好你好你好 今天来相信的大爷 叫富贵春富大爷 71岁 丧傲 经济收入1100元 有住房 大爷蛮劲了 还戴着黑眼镜 一问才知道 是不定吗 不是墨镜 茶镜 这是老花镜 不是花镜 是 那是属于是 我这个眼镜是一种这个波士干菌 就是羊和牛脂的那个有一种菌 哦 完了之后我这个是 113年养羊的时候干眼上的 完了它就是扩散到眼上 那这啥地方呢 就是有时候太阳足的时候磨凉 完了之后这个迎风流泪 哦 这你给带着点眸镜 对对对对 带着带着带着 带着点阳光 原来大爷的眼镜在阳阳的时候 受刺激 现在眼镜受不得阳光和风 否则会流泪 但还好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红娘来到大爷家 大爷家收拾的还不错 大爷这笑声是真爽朗啊 爱说爱笑 这性格很好爽啊 大爷说自己以前一直生活在农村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可看大爷这神打扮和言谈举止 以其气质 怎么看上去像老干部呢 与他说的老农民不像啊 要是不认识我的 也不了解我的 都是这样说 说是不像 说是你想得 好像提醒我老干部 是不是 七七八年 就当队长了 完了陆陆续续的 到了八四年 干干了 完了你没闲着 反正是 就好像是这个 吃来这个就像是有点这个 有那么点灵造 那么点意思 一般有时候 结婚的啥 谁家结婚的啥的 或者 这个打枪盖舞的那样的 完了咱们都去 就说也得干 也得这个 给号召号召 原来大爷也是农民中的领事者 在当地还是各家各会有失的组织者 看样子 在当地也是个得高望动之人啊 难怪气质与一般农民不一样 爸也有三个女儿 但都在外地生活 老伴过世后 就自己一个人过 爸也买东西都是网络 月饼是拼得多的 有时候买花 我那创材的花 多数都是拼得多的 在那个什么这个 酱油啥的这些玩意 都给拼得多买 给拼得多买 它便宜 但是它没有假 你假了吧 你给它退回去 完了之后 你再给它写好意见 它们就受不了 你是因为拼得多便宜 你就带拼多买 对 你上市场去 你看买里的 各市场买里的 那个市场那个脆皮脱骨小里的 市场7块 可能各拼多买就4块 是吗 差那么多吗 差那么多吗 都知道你比价过去了 对对对 哎呦我天哪 爸呀 这思想还是蛮新潮的 71岁的人了 又是农村来的大呀 还知道网购 我们中国电商这块发展真快啊 难怪实体店生意不好做了 连70多岁的大爷都网购去了 谁还去实体店买啊 这大爷被拼多多又打了一波不小的广告啊 大爷除了喜欢在网上购购 还喜欢唱歌 为了表达对红娘的谢意 还特地唱了一曲 天蓝蓝草绿绿 草绿绿 我在那里活 这歌唱的中气十足啊 弹起自己的老伴 现在已经过世八年了 这是我老伴 这是老伴 七年八年了去世了 刚才没错心脏也不好 32岁就和医生大汉交道了 30多岁就身体不好 一直持要打针 也花了不少钱 儿女也贴了不少 所以大爷现在想找个老伴 也不想打扰女儿们 咱找老伴呢 也不想让他们牵钱 我应该不找 我也不叫孩子给拿钱 我就这个一千来块钱 对方呢 我要求就对方有点收入 我们两个 信合着一块 相互服侍相互照顾 完了之后呢 白头到老 所以大爷想找个 有退休收入的一起生活 虽然大爷只有每个月 一千一百元的收入 但这也是自己后来交的 这也是因为一次 相亲不成促成的 当时为啥想要买这个 就是说以前呢 他们有给我介绍老伴的 介绍老伴的说说 你看他也没有个伴 也没有个退休 紧完了之后 你说这玩意我咋整你 就是你我也不能养活他呀 这是后来 完了以那个介绍人 就给我说说 你赶紧买个圣宝吧 就这么个情况 我这就赶紧买了个圣宝 确实人老了 没有收入去相亲 难道还要对方来养你啊 那是不可能的 还是要自己有钱才行啊 当然大爷自己的钱 要养老伴又不够 所以大爷就想找个 一起互相养的 你觉得您俩一个月 这合到一块 生活费多少能够啊 那是管生活费的话 我俩一千五就够 因为我自己独立的时候 我自己这个寄过账 就这一个月生活费 咱不算那个 到这个九月份来 物业费也得交 是这个南京费也得交 不算这个 就是电费也水费也 煤气费啊 往来再加上吃的这个 买水果啊 买点菜啊 买点药的这个 这些加一块 两个人一千五足够足够 咱就说 你哪怕挣 一千块钱 咱俩把这一千块钱 合成一块 啊 你你你你 你说我当不了家 你当家 不知今天来乡亲的大妈 是否和之她 今天来乡亲的大妈 叫五凤华五大妈 七十一岁 丧好 经济收入一年三万元 农村有住房 那忙啥活圆子 圆子养这些小生活好的 哎都养那啥呀 鸡鸭鸭 牛 啊 走 养这楼鸡 哈哈哈哈 走 看看一下 走走走 这是鸡鸭鸭 都在这 在这呢 在这 你看一看一看 就都接下来 啊 哎呀 你这些是鸡鸭鸭 啥都有啊 啥都有 快来看看牛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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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什么油 你这俩牛养了 是能干啥呀 卖咯 它能收这 生个这一年 就一万多块钱 大妈真是典型了农村大妈 这身板可硬朗 啊 古来西年纪了 还养这么多鸡呀 还有牛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 还包了八木水田来种 八木水田 我的天哪 这水田 那栽到我啥的 过点 过点 这年纪 这身体 真是老当益壮啊 别看大妈 现在是典型的农村人 其实也是才势力下乡才来的 我是童话士 我是 我是跟第一批大学生 你要上北大方 上西大西北 去那批 你看咱们一块钱的时候 女开头 那一批 就跟着其他走的 七年生的大儿子 七三年生的小儿子 那家就要回城 就有回城的了 所以一会儿把孩子不要 你们还严那个 我的二哥二嫂那点事吗 不要孩子 这个就可以回去就回城 那是咋的 有什么一次机会 机会正确 我家就正确 我直青年返城 直青年返城 返城就给你工作呀 就给阿部工作 那你当时还没回去 我怎么 我要回去孩子怎么办呢 那下我四个孩子 他们都说我傻 他说你多傻 这好机会你不走 当时那些 很多人都说 这好你把孩子撂了 我说你只对生一个孩子 多么不容易 抚养一个孩子 有多么不容易 当年他成不成严 你知道吗 我说那些少年犯 不都是爹马里婚 孩子走不走正道 确实烧串的 就不走正道 走下坡路呗 我这里你看我儿子 现在到时候 这儿家开车回来了 所以这儿家开车回来了 我有多么的只好 是不是 我现在一点遗憾没有 你不后悔 什么也不后悔 如果我要是那些回 现在最低话 最小姐的三千块钱 主要他们怎么 是活得好 我不后悔 本来大妈是有机会 会势力的 但那是有自己的 丈夫和孩子 她舍不得 她要对自己生的孩子负责 所以她一人 居然地留了下来 现在孩子们是有出息了 她感到很心外 也不后悔当年的决定 毕竟丈夫对自己好 她确实对我挺好的 她有一年 上和平水库去 去挖石头 修水库 五十节 五十节 一对那个 刺的水片刺 还给一件手用 以前就咱们以前的 二大碗 叫二碗 那蓝边的二碗 和平水库到这 的二十公里 她就下碗 下了这儿了 她说 我接完得回家 她晚上送回来 回来坐了一会儿 还没有你们进屋中 她又走了 就送这一碗肉 一碗肉让大妈 寄了一辈子 可惜的是老伴走了 08年查出来 饼干 也不想吃 别想喝 所以吃周园 又吃周园 就这样 08年查出来 18年死的 自己还没跟她过共呢 老伴走后 本来打算一个人 过完后半生就可以 反正自己身体还好 但因为一次意外的发生 让大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我原来我也没想 没有想法 没有想法 找老头 什么的 去那阵子搁打通来 连这么带小白 也就挣钱 连带小白 我怎么钱都卡了 我这卡了 鞋一拉着的 就来不查了 缘故卡 回来 起不来 我怕老个哭 哭了 哭醒了 这一叫卡醒了 找老头 不能这么过来 叫自己一人不起 看来 要有一点糟糟糕 车子给我转起 不就行了 这不起不来了 不上儿子姑娘那些 咱们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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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女都二十多岁 二十五了 马上孙女也出对象 我家领了 孙女也出对象 我家领了 你的奶奶往哪放 你媳妇来了 你招待喜欢 你拨打来 拨打拨打 有了孩子 也能招待 你个大不大孩子 大妈不愿意 打扰孩子们的生活 就只能找个老伴一起过 那大妈想找个啥样的呢 只要演一玩 能过去 得有缘 有份 有缘也得有份 有缘也得有缘 就这样就行 大妈的相亲要求很简单 就看演员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爷 是否合适他 红娘带着大妈来见大爷 爸 你好你好你好 来介绍一下 这是五丰华 五业 这是富贵村 我富熟 来握个啥 握个啥 你好 早在上楼下大了 早在六点多 就从那个家出发了 家哪的 三业谱的 三业谱的 这个三业谱属于柳河的 你接着接着都接 我这个先看演员 演员行了 完了之后你站在谈别的事 那咋的 你这大老远这么远来了 你就不说话了吗 说啥 我说的就是说看演员 两人刚见面 大爷就爱理不理的 就说要看演员 大爷你也太直了吧 你这表现也太没礼貌了吧 来者是客 大妈这大老远来见你 不说别的 你还是要表现自己的基本代客 知道吧 两人做不成夫妻 也可以做个朋友啊 大妈对大爷这样的代客态度 很是有意见 他素质也不行 我当你家就是客 那么 你对于错后来说 他样子 这场相亲成了红娘的错 所以红娘赶紧跟大爷个人谈谈 看演员先不说 您那是一个正经八百个过日的人 不是我现在讲的怎么事呢 过日子 正着八经过日子 行不行行 他过大年了 没问题吧 那你同岁吗 同岁就好像显着屁股还大点 你看就我 我就讲的这个演员 这个这个东西不太重 那不一样在农村的 常年干过晒的吗 你太杀人了 哪管说熟你 媚乡中行 但是这仪 你别人来了之后 这心这喊呢 咱们媚乡中算 做到最基本的礼貌 是不是 那你当人面啪啪之前前几句 你就给你怼回 你说谁心能怕 我说换到你身上 你去想别人 人家这么对你 你也寒鲜 你心想一想 如果你觉得我说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 有道理 在红娘的缺说下 大爷的态度有所好转 继续跟大妈坐下来 说明自己的情况 我这个人吧 是自信的才就是 我今年的叙事 其实也舒服的 完了这个 这个性格呢 也就是一个自信的 这个说话嘴可以 我这个有啥说啥 有时候一句话 都被嘴抢上去 就这么一样 爸妈觉得 与大爷可以处成哥们 但不能成夫妻 这一日他不行 他俩跟他俩就能处子们 处哥们 我不是插着 他说这个钱包 哪块钱 多钱都能够 都能够 我心里不够 心里不能够 不满意 其实两个人都是实性子 两个人都没有看中对方 买卖不成人意在 做不成夫妻 可以做朋友 这样两个人反而可以聊开 双方就聊起了农村的重地情况 家里头这个 这个还重的地 家的狗 还要的狗 三条狗 两条牛 小劲儿牙的鹅的 有个三四五四的 哎呦 那你这是 你连这个蛋你是出不了的 出不了 昨天我去给我们煮的鹅蛋 鸭蛋 我当时还有一个鹅蛋 来 现在你家下的鹅蛋 我给你留一个 回个头最长 这样聊开来没有了相亲的包袱 大爷就觉得大妈这个人很是不错 他性格挺开朗 他说这个性格挺开朗 就这个人说话 把事大不溜溜脆 这是说的实在话 完了之后呢 人家还不摆扩 人家喜欢的是那个老年纪 你看到没有 他说这个人吧 要是过日子 啥说的没有 大爷你就说外貌协会的 很看重外貌的要求 其实过日子 爸妈这样的人更实在 更合适 不过缘分这个东西需要双方认可 所以两人相亲失败 只能当朋友处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